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有意思 去年这个大会我也是最后一个奖 今年又是最后一个 我感觉这个最后一个其实可有可无 但是我还是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我跟大家讲一讲国际教育 要说到国际教育 我们就不能把中国孤立起来看 因为今天世界正在全球化 所以我们的教育也离不开全球化这个概念 我想首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这是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师 可能去过华盛顿 但是你不一定进入过这个塔 这叫华盛顿纪念塔 也许你进去过这个塔 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塔的西侧 200英尺高的地方 有一块来自于中国的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就是和一个中国的 就是晚清的一个名称有关系 他就是主张西学东建的人 在这个塔200米高处 这个碑是由一个中国人赠送的 这个中国人他的名字 叫徐济渝 是一个山西人 在1848年的时候 也就是造这个塔的那个奠基的那一年 美国政府说 我要向全美国的各个州和全世界 征集纪念物 于是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 在美国有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帮助之下 把徐济渝的一段话 刻在了这个石碑上 这个石碑就挂在了这个 华盛顿纪念塔的西侧200米高处 我想说的是 送这个碑是在1853年 而1848年奠基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 隆红到美国去留学 他是真正的中国留学生的教父 所以说这个教父 大家说是余敏红 应该不是余敏红 应该说是隆红 1847年去了美国耶鲁大学本科毕业 好 下面说到这个国际教育的话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看几个数据 我争取不超时 首先在2009到2018年 中国出国的留学生 每年都在成增长的趋势 而且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4.1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成绩 其实就是表明了中国人 渴望走向世界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在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边 回国的留学生是与日俱增 说明国内的土壤越来越成熟 机会越来越多 吸引力越来越大 尤其在2003年的时候 你看我们有几年回来的同学是特别多 达到了85%的同学 后面几年连续在79 78 79 79 78 说明每年有接近80%的同学 在回国 我们再看一个数据 这些同学正在走出去和回来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在国际学校 这是国内拿到了最新的统计 在这个国内的国际学校 2018号2019年注意一下 因为我没有拿到它的分数据 所以只是看到了总的数据在继续的增长 但是前面的八年里边都是有数据分开的 一个是公立学校的国际部 第二个是民办学校的国际部 民办学校的国际学校 还有个存外籍人员的子女的学校 在这个里边 民办教育在国际学校里边有很大的参与 所以我用这几个数据来跟大家表明 就像我们中国今天的老百姓 走向世界各国去旅行 我们的教育也同样一样 很多人走向世界各国 想去看看别人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我也有这么一个信念 于是我就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边 这张就是美国刚刚前不就发布的 一个叫门户开放的一个报告 是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生 选择的十大专业吧 但是我更想跳到下面一个主题 就是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边 从2013到2019年 我带着我的团队 每年一次 有的时候一年两次 穿越世界各国 我走访了大概用了七年时间 走了二十万公里 二十多个国家 两百多所世界名校 包括大学和中学 采访教授 招生官 留学生 校长等 超过五百次方谈 下面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 采访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这些感受都是和国际教育有关的 首先给大家看几张简单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给了我一个无比大的启示 这是201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采访时的照片 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和教授 无论是在采访的任何时候 都告诉我一句话 他们永远在追求创新 所以你会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 全世界顶级聪明 麻省理工学院的音乐厅与众不同 麻省理工学院的雕塑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楼 建得非常的奇怪 是不是 我们正常人看甚至觉得有点奇怪 匪夷所思 但是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实践 他们坚持一点 那就是创新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 今年刚刚穿越澳大利亚的时候 第二次穿越澳洲的时候 采访的两张照片 这两个都是世界名人 我们并不一定知道 在他的左侧照片呢 是2005年 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位获得者 在你们的右侧 也是一位医学的一位 世界顶级的专家 澳大利亚 1901年建国 1901年正是诺贝尔奖诞生的那一年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面 澳大利亚这个教育的年轻的后起之秀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 获得过14次诺贝尔奖 其中有一半来自于他的医学奖 这两个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左侧的是来自于西澳大利亚大学 西澳大利亚大学 位于澳大利亚的珀斯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孤独的城市 为什么呢 它到什么地方去都无比的遥远 因为它基本飞到澳大利亚东海 它的兄弟城市西尼和墨本 也要飞五个小时 所以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城市里面 诞生了这位医学奖的得主 他说就是要守得住寂寞 这个人就是和中国人 治好中国人这个一个病特别有关系 他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者 中国人因为饮食的习惯 是全世界幽门螺旋杆菌 携带最多的一个群体 所以无论是胃病 胃溃疡 胃癌 都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重大的关系 右边一个跟中国人也有关系 和全世界包括再多的女性都有关系 他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当中 非常流行打的一个疫苗 叫做公颈癌疫苗的发现者 就是今天在澳大利亚 昆士兰这个地方工作的一位教授 一个是在西海岸最孤独的城市 一个是在东海岸最热闹的城市 是旅游城市 但是这两个教授都给我一个感受 就是要守得住寂寞 要有自己的开拓精神 右侧的教授告诉我说 他说我们澳大利亚人 从世界各国来到这个地方 本身就是带有这样的冒险精神的 后面这张就是日本京都大学 采访时的他为经济学的教授 采访的时候他一再跟我们说 京都大学比不上东京大学 因为东京大学更大 东京大学更有钱 东京大学靠的首都 东京大学 东京是最大的城市 但是他说我们在京都大学这个地方 在一个无比平静宁静美好的环境里边 我们最主张的就是学术的自由 虽然东京大学毕业的学生 当日本的首相的人比较多 但是京都大学被认为是日本科学家的摇览 当时采访的时候他就说 我们最主张的就是同学的自由 一切都是自由 教授的所有工作学校从不干涉 我要告诉你的是 正当我采访结束回来 刚刚今年的诺贝尔奖又宣布了 其中又有一位京都大学的杰彰先生 日本在上个世纪制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 说我们要在21世纪的未来的50年里边 获得30枚诺贝尔奖 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50年刚刚过去的19年 你去查一下表格 日本每年获得一枚诺贝尔奖 非常了不起 过去的19年获得了19枚 其中今年的一枚物理学奖 化学奖就是来自京都大学的一位毕业生 所以自由思想在他们的学习当中是多么的重要 这是我在这几年讨论非常多的 芬兰这个国家采访的一个照片 芬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进行了教育的改革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改革 就是高中生都已经开始 没有所谓的我们的毕修课了 每个人都要学书里话 他们就已经采用了模块式的 真正的英才师教 所以这个在芬兰的教育改革 就是从一所学校开始的 这所学校就在芬兰的哈尔辛基 它的名字叫做罗素高中 这就是我采访罗素高中的校长和同学的时候 留下的一张照片 中间那位戴红领带的就是罗素高中的校长 这个是我刚刚上个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可以去采访走亚洲采访之路的时候 留下的一张照片 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他们的校长程永才教授 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就是说 日本的教授告诉我说 OK 我们要沉下心来 我们要耐得住寂寞 我们要有一种自由的思想 新加坡的大学的校长告诉我说 新加坡的教育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思考要有变化 否则就会被人抛弃 因为我们新加坡 除了人一无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的教育 新加坡我们采访 陈永才老师的母校的时候 更让人感到吃惊 这个母校在全世界无比的文明 它的名字叫做 它的中学母校叫做来福市书院 这所学校也是李光耀先生的母校 这所学校去年一年 如果说我们要比名校的话 我觉得全世界没有极所比得过它 他们的中学高中毕业生 去年读牛津大学 申请成功 获得的牛津大学本科 去年就有四十位 哈佛大学就有四位 我觉得本科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所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学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新加坡的心 韩国的潮 日本的稳 这都是亚洲无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答案要来了 到底是什么样最好的 才是真正的最好的教育 我相信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老师 都在讨论 其实我一直在说 我们无数的中国的家长和同学 和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教育行业里边的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首先跟大家一下 这采访的世界这么多的学校 我觉得好的教育 应该就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应该是普惠大众的 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而不是精英教育 比如说现在说到普惠大众 就涉及到教育公平的问题 其实在中国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边远地区 这些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 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 不是美国 不是澳大利亚 不是中国 可能是欧洲 欧洲直到今天还坚持着普惠大众 所以他们的无论是中学和大学 他们的学费无比的便宜 因为他们希望普惠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都接受到教育 如果说说到真正的英才是教 那么芬兰北欧的一些国家 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们的校长 其实我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不愿意放弃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有人去搞科研 但是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去搞科研 我们需要有人创新 但是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创新 所以有的人天天在搞科研 有的人天天在做工匠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我们的劳动分配 如果是得到公平的分配的话 每个人都乐于做自己擅长做的事 因为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是需要不同的人才 不同的才华的 我们的教育 如果是好的教育 它是能够挑战权威的 走了那么多世界各国的中学和大学以后 我得到一个教育 或者说一个教训吧 说实话 现在像中国国内大部分的教育 就是那种单向式的 老师传授式的 画重点的 死机硬背的 考试画重点的 这样的教育 全部通过选择题的 我告诉你 全世界的那些发达国家里面 几乎已经没有了 可是我们还在做 这不需要改革吗 我想说的是 所以 当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 为什么如此多的家长 无比的焦虑 又把无比多的孩子 最后送上了这个焦虑的船 因为有两点没有解决 第一 体制 教育的体制 如果说跟不上这个变化的步伐 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觉悟 跟不上这个步伐的时候 那么 这样的改革 永远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是不可能有改革的 所以 我们要有挑战权威这种思想 要用不断去影响它 去改变它 最后促进它的变化 教育 当然是要有温度的 每年看到中国的 只有这么多孩子出问题 无论是打游戏了 无论是自杀了 无论是和父母的种绝对了 所有这些 都让我们无比的揪心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 教育是要有温度的 这个温度来自于什么 什么样才可以让这个教育变得有温度 这是我们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说 教育值得有温度 所以 当我们看到 国外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 像新西兰 北欧这些国家的孩子 每个人都在专心的教室里边 做他的手工 做他的缝纫 做他的家政的这个 包括做饭 包括在做音乐的编辑 包括在敲鼓 包括都在跳舞 关键是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对学习的喜爱 对未来的憧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教育才是温暖的 教育 它是影响人 改变人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说 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人格 当我们没有独立的思想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独立的人格 当我们享有独立的思想的时候 教育就发挥了无限重要的作用 教育它是有理想的 没有理想的教育 它是不可能长远的 今天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孩子 学了钢琴 没有出现几个特别了不起的钢琴家 为什么这么多人学了奥数 为什么没有几个著名的数学家 因为我们带有了太多的实用主义思想 因为我们太短视了 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们自身的规律 我们所有的教育 把千千万万无数的孩子 都往一个模式里面灌 这是多么大的一种苦难 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孩子不喜欢数学 你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学奥数呢 因为孩子是不同的个体 所以真正的尊重不同的个体 是多么的艰难 因为时间关键我不能讲的太长 今天我用两个小故事 我想来结束我今天的讲座 我不想超时 第一个 这是我想讲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是前年通过新东方 送到了美国纽约长岛的实习大学 读计算机博士学位 这个同学来自于长沙 他的名字叫墨天池 因为我们的报道 被中央这个人民日报啊 光明报啊 教育报都全部报道了 这个同学长沙的 出生的时候 脑就是医疗事故 结果脑瘫了 脑瘫了以后语言有问题 手脚完全不能懂 生活根本不能自理 但是幸运的是 他的父母没有放弃他 最后一辈子都得帮助他 这个同学也很顽强 最后考取了中南大学 研究生达到了保送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很大 我想出去看一看 想到突然告诉我们说 想去美国留学 我们当时觉得这样的同学 到美国去留学 就太困难了吧 经过几年他自身的努力 当然我们学校 新东方也给予了他必要的帮助 终于 集阿易后托付 你想想啊 这么一个残疾人 考了几近满分 最后被美国实习大学 长导的实习大学录取 实习大学就是杨正宁教授 在那个地方工作了37年的 一所著名的学校 这所学校给了他全额的 给了他所有的免除了他的学费 但是生活费还不够 所以直到今天 新东方还在帮助他 支付他的生活费 我想说的是 到了实习大学 每天派专车送他上课下课 每天有同学陪他做笔记 关键是一年多下来 他的成绩 GPA达到了4.0 今天在读博士 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所以 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教育能够改变人 去造化人 去影响人 让人寻找到一个更高远的目标 这才是令人感动的 今天我来做这个讲座 讲座之前今天凌晨 我刚刚今天凌晨 读完了一本书 这本书 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很简单 就叫educated 中文名字非常诗意 说你当下鸟飞往你的山 这本书大家 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 我给你看下面这张照片 是讲的一个来自于美国 爱达河州 美国的西部 你都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州 爱达河州你听说过吗 你这听说过加州是不是 爱达河州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爱达河州和犹他州 紧爱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摩门教的家庭特别多 它来自于一个摩门教的家庭 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 这个女孩 就在这个七个孩子的家庭里面长大 17岁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学 因为他们主张 他的父亲主张 所有的孩子都不用上学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不能有任何个人的意志 这就是魔鬼浮身了 所以他们家断了手臂 都不到医院去了 除了任何事故 从来不去医院 就是靠母亲给点什么中药吃一吃 不知道怎么样 所有在17岁以前没有上过学 后来终于有一天 他离开了大山 发现外面有个无比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 发愤读书 在27岁的时候 拿下了建桥大学 历史学 博士学位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他永远在寻找 这部小说看完以后 不是小说 其实即时提的一本小说 看完以后 心里蛮难受的 因为他又想获得家庭的温暖 同时又的为了追求自己 灵与肉的解放 明白的意思吗 但是父母从来没有妥协 到文章的最后都没有妥协 因为父亲到最后 他成了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 他父母去看他还是一句话 我们要来拯救你 跟我们回家吧 他最后跟父母决力说 不 我要留下来 但是他获得了自我的心理的解放 但是又离开了父母的家庭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他有时候甚至都怀疑 他自己面对的 获得的这个新世界 到底是梦里还是在现实里边 因为从小到17岁的前观里边 所有的教育都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无比励志的故事 他就叫塔拉维斯特佛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讲过这么一句话 我也用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 我的讲座 我来自爱德河州 一个极少有能人想象的家庭 他的童年是在垃圾堆里面长大 父亲就是捡垃圾 拆那个破车 汽车什么 不上学不就医的 因为一切 任何重要的这个医疗事故 他们都出了任何事情 他们都从来不看 这是父亲要坚持的忠诚与真理 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 任何意志和声音 因为父亲认为 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 他眼中的恶魔 就是恶魔浮生了 不行了 他所有的一切 父亲坚持 听从上帝的安排 所以他怀疑自己的内心 有什么东西都腐烂了 他也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结果有一天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所以直到有一天我逃离大山 打开了另一世界 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 那是我生命的 无限可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这才是教育 应该承担的使命 回想我们中国今天的教育 我可以不夸张的说 我也是一个教育的从业者 我觉得我们任重而道远 还做的远远的不够 甚至有的 我觉得甚至就在消费这个教育市场 不仅没有往正向的里面带 而且可能是在利用这个教育市场 利用父母亲 利用我们这个焦虑的一代的家长 所以说 教育应该是温暖的 教育应该是影响人 改变人的 教育应该是给我们带来 远大的目标和理想 有一种既视的情怀 有一种历史的担当 成为真正的21世纪公民 走向世界舞台 这样的教育 我认为才是成功的 所以我愿意和这地方 在座的所有的我们同路人 在未来的岁月里边 共同努力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感谢周成刚先生的精彩分享 Thanks for your insight for sharing Mr.周成刚